咱们听一听急诊科医生接着说 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帮助分析推理的一些关键性证据 这两个患者送来的时候情况都比较急 急性前臂 心肌梗子都是前降值的堵车 堵的都是同一个血管 然后不存在谁比谁更危险 观众福尔摩斯们还是怀疑 是不是堵的位置不一样 堵在根上和堵在手上是危险程度不一样 不是 一棵树干分出两个大尊 对吧 你堵在根上和堵在那个小尊上 堵在那个范围不一样吗 范围越大越有越死人 你看我破了那么多心脏 这个人以前从来没有心脏问题 都是好好的 但是在我们显微镜上一看 这个人生前也就发生过无数次的堵症 但是他堵的都是木树 没有大碍 没有死人 所以一出来的堵还是小的树枝堵是不一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